好了,他分了六種人 這六種人裏面有三種是有資產的 有三種是沒有資產的 三種有資產裏面有一種是好人,叫做利他者 三種... 另外一種就是可能有用的 那種有用就是... 就是務實者 是,你可以見風洗你,你可以說服他,可能支持你 那他必先的前提都是記得利益階級 好了,另外就是基層,也就是窮人 窮人呢,窮人就分為三種 窮人對待公民抗免有三種看法 第一就是短視,不支持 第二就是漠視,第三就是就算參與都是仇恨、暴力 然後他就說,如果公民抗免要成功 社會上必須有大量的利他者 而如果社會上充斥大量的仇恨者、漠視者、短視者、自利者 這樣的話,如果太多這四種人的話 這樣那個社會就很難公民抗免成功了 那如果公民抗免的社會有很多利他者或者有務實者 而利他者又可以move到一些務實者 那公民抗免就會成功了 即是說,只要你是窮人 你就是短視、漠視和仇恨 而參與又窮又參與公民抗免 即是我們這些,我們全部都是復仇者聯盟 這個當然就是很清楚,很清晰 因為其實你記得我們之前說佔領中環的話題 或者你有follow整件事的話 其實之前他跟陳雲對談的時候 他也有說過佔領中環有兩個意思 除了中環之外就是佔領中產 即是說他核心裡覺得就是,你不是中產你就沒有用了 對於社會改革來說,你不要再阻礙 你不要參與 所以他一直都是歌頌中產 或者他們那些 我也不知道中產還是什麼 即是他們律師放棄自己的專業 有錢人又願意坐牢 總之就是歌頌他們的階層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人現在倡議佔領中環的全部都沒有坐牢 所有人都沒有坐牢 我們這些對佔領中環有質疑的 甚至乎我有反對的,我認為他夠做的,我們就坐牢 好了,我們的坐牢就不是付出的 因為你只不過有仇恨者 你就算做了事,你只是吹仇恨 你沒有資產,你又不是多少利益者 你做多少事都顯示不了你的心有愛 你的心沒有愛 你窮的人怎會有愛 你有錢的人又不同 有錢的人我坐牢就要付出,這樣才有愛 即是這麼瘋狂的 好了,這麼瘋狂的一篇文 我想說的東西,當然是要吹咬他 受惠寫了一篇文,吹咬他 好了,我忽然間留意了,說了十分鐘 花了這麼多時間說他的邏輯 花了這麼多時間說他這件事 這篇是一篇很絕劣的文 很絕劣很惡劣 你怎麼會這樣去分這個社會的階級 即是不用解釋 即是剛才說完你都明白 你們這些傻子做過什麼 你只不過高唱,We shall overcome 你最懶惰大的事就是 做過的事全部都是仇恨者 又或者狂犯是窮的 你們第一是漠視,要不就短視 要不就是仇恨 這個世界只有資產階級才有用 還有這個邏輯很好笑 這個世界公民抗命要成功 就必須利他者多 而利他者多,又必須記得利益者 即是說這個社會要記得利益者很多 那跟著公民抗命才會成功 你吃了屁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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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社會有很多 記得利益者用誰會搞公民抗命 你吃了屁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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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可憐